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在今年开车平安又顺利 东森采经新闻独家来教你 迎接近今年到来 这些生肖开车要特别注意 换太岁的 属兔 属鸡 以及属狗的 换病虎 它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有所谓的 这个车官 包括浅绿色 咖啡色 还有象牙白都是今年幸运色 车子跟房子一样除了外装之外 内装动点小巧思还能带来好运气 挂一只鸡啊 它上面有点朱砂 它眼睛有点朱砂 代表说朱砂是避邪 开光 招财 有三大功能嘛 那这个股钱代表说会招财 会八卦 会带来平安 不过平安小屋还要仔细斟酌 不要摆错位置 不太建议在仪表板的那个 就是上面放置任何的物品 可能会影响到安全气囊的作动 那甚至就是会变成是伤害 另外新年领新车想要平安必煞 还有不同配方 那一般都是看农民力居多 那会选一个凉层即时 洒水啊 洒米的 就是这是我遇到比较就是夸张的 拿出行车平安符为爱车开光点火 从车头开始绕行车身一周 让一整年开车都能平安大吉 车头开光 车尾开光 代表他的眼睛打开了 那眼睛打开的时候代表说他出去的话 比较不会撞到所谓的猫啦 狗啦 动物啦等等 这样头就带来行车平安 开车祈求平安好运 还是要注意放慢速度 开运之外安全第一 东森台经新闻 嘉明星连任台北报道